警方在旺角拉了一个涉嫌犯毒的男人 手获大约200包怀疑毒品,大约价值12万 涉案的男人25岁,驾驶街车在尼敦道近山东街被警员折查 售出大约200包怀疑何卡因、陆安彤和五仔等毒品 警方出动执毒犬协助搜查 现场消息说,西九冲锋队人员凌晨1点左右 发现私家车司机可疑,折查下揭发他涉嫌犯毒